孝雷曾是陕西家喻户晓的电台主持人 辞职后创办了糖蒜铺子 成为西安脱口秀的开拓者 身为一个地道的西安人 孝雷屡屡在脱口秀中戏谑西安人 却也以能把不苟言笑的西安人逗笑为傲 我发现西安人身上的劳卫真的超多的 我不能说我很善于总结西安人 但是我觉得西安人身上有无数莫名其妙的点 特别值得吐槽 比方说西安人关注任何事物 他们身上的关注点 永远和常规正常一点的人都不太一样 就拿这个地铁来讲 西安人二号线挖了多少地铁 呸 地铁挖了多少 地铁挖了多少 挖了多长 然后挖出来多少东西 你们知道吗 就是报道上一报道 几千个木 几万件什么文物交上去 西安人你看哪个媒体报道 没有 不报道为啥 他妈没意思 西安人不感兴趣 西安人一看说 哎呀这咋又挖墨了 换个台 我们太不在乎这些东西了 我们完全不care 说是西安挖是什么东西 但这些东西对吗 不对 你看看老外 看见我们的钟楼鼓楼 牛屁不牛屁 老外 哇哦 比尔塔尔 哇哦 拍照 陪老外 你看这老外寡红 你看看 这胳膊上毛还挺长 你们去过陕丽博吗 有去过吗 最近有人去过吗 陕西历史博物馆 非要说全称是吗 就我说你哎你好你好你好 我来自中国 哪 中华人民共和国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最近这两个月有人去过吗 没有你们真的应该去一下 这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里面拥有着 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 至高无上价值的宝物 就那么一个瘦手马脑杯 瘦手马都听都没听过 刷死个叔叔 还弄 你在里面看两个老外在一块聊 你会发现老外在聊文物的时候 老外几乎很少做交流 老外都在记录 recording 然后你会看到外地人就是这样 哦 这个怎么这么东西 我的贵贵 就是这种 只有些人 太爱钱了 俩些人在一块聊天啊 除了聊这个价值 就是聊这个东西 搁哪来的 俩人能聊一宿 两个仙人就 哎呀 这从哪来的 这个 寡人你看地下这仙人 何家村 何家村 何家村人在那儿 开始了 何家村都不知道 我上班的带你吃过牛软面 你入到店里的儿息 咱们喊我们喊到怪锅起 怪锅起会一片子 都叫何家村 那你许会儿 她都是在结婚的时候 这个аемся 咱又不要做回仇 对 那家村里聊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